不是我们的范例档,云端白板里面 那各位可以找到云端白板里面有个其他补充范例 那我是把它区分成入门进阶还有big data 那里面的话其中入门的部分 有那个所谓的跨工作表 我们先切到那个清单检视 清单我觉得会比较清楚 比如说像这边有一个范例叫两个工作表范围的比对 那其实就是跨工作表的比对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今年度跟去年度某个范围的资料 有哪一些地方不同 可是如果你用人工来比对的话 应该会蛮辛苦的 可是如果你用VBA怎么样比对 那我希望比对之后的结果可以类似长得像这样子 我demo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说呢 这个是本年度的这样子的一个 每个部门然后他们的一个私益支出的状况 然后去年那也是这样子 范围都一样 只差别就是工作表不同 那我希望就是说 最好是可以让我知道 今年度跟去年度哪边不一样 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不一样的话 最好是可以帮我怎么样 把那个不一样在哪里也告诉我一下吧 那用什么方式告诉我最简单 其实有的时候怎么样 用那个在滑鼠右键有一个所谓的插入一个注解 读解的地方就可以了 在讯息告诉我说去年度多少 那你邮标一放上去就知道去年度多少 你知道吗 类似像这样 应该了解这个意思了 那如果这个 因为这个范例其实范围不多了 可是如果将来你的范围很大的话 那就会发生蛮大的作用 我们来看一下 工作表比对按下去 奇怪 怎么这么多 这个是不是有问题 再一次 OK 可能刚刚清楚没有清楚干净 刚刚是不是有动到什么东西 去年度 刚刚 这什么资料不变的 等一下 我把这个 把它重开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应该是 我刚刚是把它 从这个完成档 我直接 不知道是不是刚刚 在这里 这边有下载过了 把它开起来 那也就是说比对 主要就是说比对两个年度 甚至当然 你将来如果你要比对三个四个五个年度 其实道理都差不多的 那你要怎么做会是最简单的方法 首先的话呢 我再重开一下 这个应该是 是不是刚刚有动到 好 那比如说按工作表比对 比较 那你会发现 它其中呢 只有一二 总共五个地方不同 五个地方不同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 如果不同 请你帮我 在储存格 的地方 加上底色就好 加底色 所以 如何 在 储存格 储存格 储存格就是Sales 那Sales 如果是有没有 哪个属性 是可以帮我 变更颜色 所以 储存格的底色 那牵涉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底色 底色的属性是什么 第二个颜色 如果要加一个红色 怎么加 所以这边有两个问题 等一下会 跟大家说明 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游标放上去 它会出现一个什么 一个注解 然后告诉你 去年度是400 今年度是500 那这样的话 如果你是一个Leader 你可以马上比对一下 你去年 为什么花的比较少一点 今年为什么要增加 OK 那马上就可以有个答案了 感觉还蛮好的 如果很多年度的话 你可以把很多年度列在那边 一清二楚了嘛 好 那加上去之后 当然你可以怎么 把它去掉 所以你可以怎么 清除 按下去 就不见了 大概这样两个啦 当然 图室 当然我讲过啦 你也可以用笑脸跟XX 这个是比较 不是那么正规 不过结果都是一样 可以执行它 那这边的话 牵涉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 我们如何比对跨工作表 那我讲过啦 一定是序值 这个是序值一 这个是序值二 当然如果只有 只有两个 其实 干脆用数字就可以了 因为两个比较单纯 就一跟二好了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回圈范围 那前面我们讲过的是列 四列到九列 不过 这边又多了蓝 蓝的话 恐怕需要再多写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 也许原来是 列是I回圈 那 蓝的话是追回圈 不过各位可以想想看 但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方法 如果你要用图 这个可能有没有好一点的函数可以解决呢 好像也没有 因为很多同学都一直很喜欢问我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用函数解决 其实如果没有那你要VBA了 OK 你用上这个单 有没有办法呢 我其实我目前是 只有想到用VBA最简单 因为我也比较熟了 好 那 那 什么错 我想各位可以想想看 两个部分 那请各位 从哪边开启这个范例档 记得从那个 我们的云端白板里面 这个是额外的 所以是从云端白板里面的 其他补充范例 最下面这边 的入门 找到那个两个工作表比对这一个 这边有两个工作表范围比对 那请你把那个 这边有一个范例档 把它下载下来 那当然答案也在旁边 那你可以先不要看 等一下再跟各位讲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就是我刚刚讲的序词 这个是序词1 序词2 那你当然你用数字比较简单 我用1跟2好了 这个是1 这个是2 OK 第二个是了解什么 回圈的范围 for i 等于4到9 另外的话呢 for j 对不对 注意哦 那蓝的话 因为上面是英文 不过呢 在回圈只能接受数字 所以我们要把蓝改成数字 所以第几蓝呢 第三蓝 c是3 s到多少呢 n n是多少 其实很麻烦 比较14啦 OK 直接这样看 因为我之前也是这样算的 c d e f g 14了 OK 这个比较麻烦 因为蓝它是英文 那怎么转换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需要给它一个范围 那撰写的方法的话 就是直接把for i 写出来 for j 我的习惯是这样哦 就是写的时候 请特别注意 一定是一阶 再一阶哦 这一阶的话呢 指的就是下一层 那一定 我建议啦 一定要按tab键 因为如果像之前有同学 全部都没有缩牌 类似像这样 那其实我会看得很辛苦 到底是这个是接这个 还是接这个 那另外如果说 又全部通通接在一起 的话更痛苦了 所以尽量程式呢 养成好习惯 这一个就对下面这一个 这个打完 再打这个 再打里面的逻辑判断 那我们基本上是这样 一先把回圈范围写出来 for i 等于4到9 for j 等于3到14 范围先确定 那基本上 将来的叙述它会就是把这个范围先框起来 那它会怎么跑呢 它会先跑这一个 好有没有 4 3 然后呢 4 4 所以跑这个 4 5 跑这个 一直往下跑 那可是我现在不是要 我现在是要抓里面的值 跟另外一个工作表比对 有没有 所以比对的方法 我需要第二个是什么 再加上一个逻辑 什么逻辑呢 一副 刚刚有用过嘛 两个工作表怎么比对 叙迟一 里面的储存格 那特别主要先抓到 埃列的追栏 它会先抓4 3 4 3指的是哪一个 就这一个嘛 把这一个 跟另外一个 另外工作表 第二工作表 一样的位置 拿来比一比 如果 其实我们主要是抓出什么 不一样的啦 一样的要不要管它 一样的不管它嘛 反正一样的就跳过去了 所以呢 如果你要比对的是不一样 那记得 你就是加上一个不等于 记得要等于啊 这是等于啊 不等于是这样子 如果两个不等于的话 我要做两件事 第一个 把底色 换成什么 换成暗红色 有没有 那暗红色怎么来的 其实哦 各位注意一下 以后如果你想到颜色的话 我建议你就记得RGB就好了 RGB什么颜色呢 什么意思呢 R就是红色嘛 G的话就是绿色嘛 B的话就是蓝色 后面就给三个数字 那它这三个数字 一定是0到255 0最小 255最大 OK 那反正这三个颜色加在一起 就会产生 一种颜色 可是你想说暗红色 老师那暗红色我不知道怎么做啊 没关系啦 油漆桶对不对 其他颜色嘛 那你找到一个暗红色 哪一个是暗红色 这个好了 假设了 假设是这个的话 那你要知道它RGB的数字 你就点一下制定 好像这个也不是暗红色 应该是 是不是说 这个 最后面这个 这个也不是 反正你就是去找一个 那个 你要的那个颜色就对了 暗红色 这个我也有点忘记 反正最后的话是应该是255 然后这个是128吧 这个是128 就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因为我那时候写 有时候就是抓一个颜色出来 我也没有 反正如果你要其他颜色 那不是固定的 你可以自己再挑颜色 那我只是跟你讲 以后如果你要组合一个颜色 都可以透过这边去调整 有没有发现 OK 那你要什么颜色 你就是挑一个 不过最好是来个整数 比较好记 就255 然后其他的话 就是100100这样最好记的 好 那如果我今天要给颜色 那你可以发现 就从油漆桶里面去找到那个部分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 再来就是说加上去 所以后面的话是一个暗红色 RGB 那你要加到哪里 底色 特别注意 底色怎么加上去 特别注意 它有一个属性 叫intro 点color OK 等于这个 那这个有时候你不好记 怕说你打不出来怎么办 交给一个诀窍 这一串 你可以先不要打瓜糊 瓜糊最后再打 你可以点下去 sales点 打个in 如果你那个intro拼不出来 你至少打得出in吧 然后底下不是有intro 再点它两下 再点个点 它有没有color用 等于什么呢 RGB 瓜糊 把颜色打上去 255 豆点 128 豆点 128 这样的话呢 不过特别注意最后呢 请注意 再把瓜糊打上去 瓜糊 I 豆点 追 有的时候都常常忘记打那个瓜糊 那你想说 老师为什么你最后再打这个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因为如果你打了瓜糊之后 点下去它不会提示 OK 如果你没有打它就会提示 所以这个也是个小诀窍 交各一方 除非说你这个intro你会背得起来啦 不过我觉得 也能不能背 但是另外一回事啦 尽量学的轻松比较重要 所以第一个 intro指的就是你的底色 点color 给它一个颜色 那再来就是说呢 我要加注解 比如说我右键 加入一个注解的话 那就是什么呢 插入一个注解 那这个插入注解 这个动作呢 在VBA里面怎么叙述 其实就是针对 这个储存格 里面一样有个add common OK 然后里面的话呢 我需要怎么样 把去年度的东西 去年度在哪个工作表 就是在第二工作表 里面的储存格的值 把它串接在这个后面 有没有end里面的东西 程式写完了 OK 所以最重要就是增加底色 增加注解 所以它会一个列 先跑一整列 跑完再换下一列 再换下一列 全部跑完之后就OK 那当然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加一个 那个中断点 然后再执行一下 比如说跑到这边来的 我不确定它怎么跑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再去执行 再按一下 它就会把这个做注解了 又再来一次 你可以去观察一下 它里面的J跟它的I 怎么做变化 OK 然后这个是怎么加上注解 跟那个就是底色的部分 另外清除的话 其实也非常简单 清除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呢 用那个clear 这边有个叫什么 底色的部分 也是以回圈范围一样 但是呢 逻辑判断的话 其实就把上面的复制下来 那里面改一下 就是我们直接把底色怎么样 改回原来的白色 这是一个方法 或是把那个底色的颜色清掉 不过我发现底色颜色清掉 反而更奇怪 干脆就直接把底色怎么样 改为255 2525 2525就是什么 纯白色的 全部都0的话就黑色 所以它这个RGB的部分 另外的话呢 还有个什么 如果把注解加 就把它去掉的话 加是add 如果是那个去除的话 就是clear clear这个方法 把那个common 把它直接去掉 那除了用 这一个一个的去掉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把这个range 里面的common 把它去掉 两个方法都可以 你可以斟酌 选其中一个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做完之后 就可以产生 清除的效果 跟加上去的效果 如果当然 你有更大范围的比对的话 我想这个应该是 还蛮不错的 这个一个方式 来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最后剩下一点点时间 我就补充了那个 两个工作表范围的比对 OK 这里的话呢 那刚刚讲的程式嘛 在云端上也有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啊 谢谢啊 HOW苏 我把它银进去了 去做了一张碉